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川普政府的庇护新規定 獲得美國高院批准 中方購買美國農產品 川普將新增關稅推遲兩週 MTA表示經費族前景看好 稱準點率大幅提升 紐約警局推出新手機APP 民眾可以舉報嫌犯領取獎金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今日大紐約 美國最高法院週三批准了 川普政府的一項移民規定 根據規定 通過第三國抵達美國邊境的人 必須在抵美之前的國家 先申請庇護 美國最高法院週三撤銷了 舊金山法院法官的裁決 批准川普政府在全國範圍內 實行新的邊境庇護規則 根據規定 通過第三國 來美國申請庇護的移民 必須在抵達美國之前的國家 先申請庇護 這項規定將影響成千上萬的中美洲移民 他們經常與家人一起徒步穿越墨西哥 前往美國申請庇護 據統計 截至8月底 在美墨邊境被拘留的移民超過81萬人 其中大部分來自 萨爾瓦多 威利馬拉和洪多拉斯 美國司法部發言人表示 這決定將緩解南部邊境危機 減少移民系統的漏洞 如果申請人被第三國拒絕 或者作為販賣人口的受害者 仍然可以在美國提出申請 川普總統週四一早連發推文說 美國最高法院贏得邊境庇護的一大勝利 最高法院最近在邊境問題上獲得巨大成功 川普政府7月份公布了這項新的庇護政策 但生效8天後 舊金山地區法官喬恩·蒂加爾 阻止新政策生效 目前 法院對該案件的訴訟仍將繼續 新唐記者李梅 上鏡 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川普週三表示 對2500億美元中國商品 提高關稅到30%的日期 從10月1日推遲到10月15日 而中方週三也宣布 取消對美國部分產品的關稅 週三 川普發推文表示 應中共副總理劉鶴的請求 將把2500億美元中國商品關稅的提升日期 延後兩週 推文說 應中共副總理劉鶴的請求 同時考慮到中共 將在10月1日慶祝70週年 我們同意出於善意姿態 將2500億美元中國商品的關稅 從10月1日推遲到10月15日 週三 川普中山 中國經濟處於最糟糕時期 供應鏈正在崩潰 大量公司從中國轉移 中方給予達成協議 美國從9月1日起 對1250億美元中國商品 徵收15%關稅 10月15日 對2500億美元中國商品的關稅 從25%提升到30% 12月15日 對手機和筆記本電腦等 其餘幾乎所有中國商品徵收15%關稅 中方週三宣布 從9月17日撤銷部分美國商品的關稅 但不包括外界關注的大豆和豬肉等主要農產品 另外 中共商務部週四表示 中國企業開始就購買美國農產品巡價 外界認為 這是中方在下一輪談判前向美方示好 川普週四一早發推文說 期待中方購買大量我們的農產品 按計劃 中共副總理劉鶴 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和貿易代表萊特希澤 將於10月初在華盛頓會晤 雙方還將在9月中旬舉行副部長及貿易談判 新唐記者畢欣慈 名譽綜合報導 據路透社報導 貿易商表示 中國進口商週四購買了 至少10貨船量的美國大豆 這是中方自6月以來的最大規模採購 據熟知這次購買的兩名貿易商透露 這次的大豆購買量至少為60萬噸 預計將在10月至12月在美國太平洋西北部的出口碼頭發貨 川普總統週三在透露中方做了幾個不錯的舉動後 應劉鶴請求將25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10%關稅的時間 從10月1日推遲到10月15日以此作為一種善意姿態 正值美中將舉行高級別會談之前 此次購買似乎印證了川普指出的中方的某些不錯的舉動 週四 美國商務部長姆努欽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確認 在未來兩週內 中共副部長及官員將到美國華盛頓開啟談判 紐約的MTA即將出爐心的5年預算 週四 紐約市捷運局局長拜福德表示 經費充足 紐約市的公共交通前景看好 MTA即將決定2020到2024年的5年經費預算 這一次比起上一期的320億美元預算 可能多出180億美元 也就是MTA在接下來5年可能會有500億美元的經費 今年8月地鐵的準點率是84% 不但高於去年1月的60% 還是6年來最高 紐約市捷運局局長拜福德表示 將會繼續執行快速前進計劃 優化地鐵和公車服務 MTA的5年經費預算將於10月1日定案 州長庫默日前寫信給MTA 列出幾項希望涵蓋在新一輪預算中的清單 包括增加地鐵殘障設施 優化信號系統 加速修繕工程與提升速度和服務等等 新唐人記者王愉賀紐約報導 週四 紐約市警局和紐約市警察基金會共同宣布 推出一款新的手機應用程序 方便民眾以匿名和安全的方式提供嫌犯線索 同時最高還可以領取2500美元的獎金 這款手機應用程序 新的APP能讓偵探們更輕鬆地獲取高品質的 相關圖像 文件和視頻 其他好處還包括擁有一項全新的功能 可以允許調查員與線索提供方 進行安全私密的雙項短信互動 紐約市警察基金會對這項罪案舉報項目 提供資源支持 希望提升人們使用移動應用程序的意識 我們不認識誰 但我們非常感恩 到目前為了2.5億美元的獎金 已經為1800577提供人員 現在Crimestoppers有新的應用程式 另一個方法讓民眾對抗犯罪 使用手機的技術 感興趣的民眾可以免費下載 只要搜索NYPD Crimestoppers即可 下載後便可以使用多種不同的功能 包括提交或更新線索 聯繫到所有社交媒體帳號 通緝傳單 如果需要 還可以匿名致電舉報熱線 而在手機上選擇提交線索時 還有時鐘語言可選 Apple進行了使用友好設計 讓人們能夠快速的開始和結束使用 當然民眾也可以繼續使用傳統舉報方式 電話或在官方網站和社交媒體頻道進行留言 如果提供線索者促成了逮捕或起訴 該民眾即可獲得最高2500美元的現金獎勵 新唐人記者宇婷唐成 紐約報導 在臉書和谷歌之後 現在又輪到了亞馬遜 近期 美國聯邦和州政府加緊了對科技巨頭公司的反壟斷調查 而在全球 科技公司的壟斷問題也是監管機構的關注重點 周三彭博新聞報導 美國聯邦反壟斷官員正在調查亞馬遜 看該公司是否正在利用其巨大的市場佔有率來傷害公平競爭 亞馬遜目前也在接受歐盟的調查 上周 美國48個州的總檢察長對谷歌進行了反壟斷調查 此前 八個州和華盛頓特區宣布了對臉書的調查 目前 全球市場價值排名前十的公司中有八家是科技公司 反壟斷專家在會議上表示 他們的目標不是要對這些公司進行罰款或拆分 而是要推動其結構性變革 以確保消費者受到保護 市場對新的競爭對手開放 但這對監管機構來說變得越來越困難 這種困難很大一部分來自於數字經濟的發展 消費者和監管機構往往都跟不上科技公司的腳步 也不瞭解其業務實踐的後果 會議中一位監管機構成員指出 如果2019年是提出警示的一年 那麼2020年應該是行動的一年 全球的監管機構也正在研究如何在不斷變化的數字市場中最好的保護消費者權益 新唐人記者王新一 奧利福 紐約報導 本週五 九月十三號 就是中秋佳節了 在這一天 民眾將有機會在晚間觀測到近二十年來的首個微型滿月 上一次十三號星期五的滿月是在2000年的10月13日 事隔近二十年 十三號星期五和滿月又再次重疊 而本次滿月卻是相當特殊 根據今日美國報導 民眾將觀測到異常迷你的滿月 屆時月亮會到達遠地點 也就是繞地球軌道上最遠的點 距離地球中心約有25萬多英里 在這個遠地點上 人的肉眼看到的滿月會比超級月亮小14個百分比 因此獲得微型月亮的稱號 洛杉磯當地報導指出 最佳的賞月時間會是14號週六的凌晨0點30分 不過民眾基本上在週五日落晚間後就能隱約看到滿月 同時專家也指出 下一次三合一的現象將會是30年後 也就是2049年的8月13日 至於13號星期五這個日子 在1993年英國的一項調查顯示 這天發生交通事故的機率比平常高出52% 根據AQWEATHER報導 滿月也跟奇怪或瘋狂的行為有關 包括自殺 夢遊和暴力 新唐人洛杉磯記者站綜合報導 香港暴眼少女提司法覆核 民眾高院支持 歡迎回來 香港警方早前已由法庭搜查令為由 向醫管局獲取暴眼少女的醫療報告 週四 暴眼少女在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 案件在早上進行審理 請看記者柯婷婷的報導 在8月11日 懷疑被警方用布袋彈打傷眼睛的少女 她的代表律師在週四上午來到高等法院這裡 申請司法覆核 而在法院的三樓那邊是擠滿了支持的民眾 就連法院門口這裡也是站滿了人表達支持 高局首長表示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拿著黑警環眼 良知等標語 上百位民眾罷工罷課來聲援抱眼少女 就連73歲的陳柏 陳基球也現身支持 有些東西是比上班反夥更加重要 裡面的人需要我們支持 我希望大家都記得自己其實應該要用這兩個字 抱眼少女以K為代號入禀司法覆核 其代表律師 資深大律師彭耀洪做陳辭表示 三次去信警方要求法庭搜查令副本 至今沒有獲得回復 而警方向醫管局索取K的醫療報告 並沒有事前知會K 屬於侵犯K的個人隱私 拿了人的資料看看 再去決定做什麼 我覺得是濫用司法程序 如果退一萬步說 其實他已經決定了非法集結或者暴動罪 去告那位少女的時候更加居心叵察 法庭聆訊在上午10點半開始 進行40分鐘後休庭 大約12點半 K的朋友頭戴黑色鴨蛇帽 口罩不出法庭 大批民眾自發撐起雲傘 護送他上計程車離開 法官林雲浩在聽取控辨雙方陳辭後 決定押後裁決 新唐人記者柯丁廷 黃曉強 余天佑香港報導 美國前國防部官員日前發文指出 在香港反送中運動中 中共對西方大打信息戰 作為反制 美國應和理念相近的國家合作 在國際上廣傳真相信息 美國國防部前中國科科長鮑士可 週一在國會三報發文指出 香港危機不再僅是親民主的抗議者 與中共政府及屈從中共的港府之間的對抗 它已發展成為中共打擊西方的一場信息戰 不僅是對香港 但是對台灣 對美國 以及對各國的國家 整個概念是 如今所提到的 把民主的願望 抗爭這類的侵略 過去三個月 中共一方面竭地屏蔽 海外獨立媒體對香港反送中運動的報導 同時利用宣傳機器和社交媒體發出虛假信息 大肆煽動民族主義和反西方情緒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時號稱 美國國會將審議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是企圖干預香港內政 包什克認為中共的虛假宣傳對美國及其他政府的外交都構成挑戰 作為應對 美國應和理念相近國家合作 在國際上廣傳真相信息 我會停止告訴你 如果你停止告訴我 這就是中國的方向 我們要說 我們會直接告訴你 新唐人記者王凱迪 美國首都華盛頓報導 各界公住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 中秋快樂 中秋佳節將至海內外華人向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 獻上節日祝福 感謝李洪志師父傳出功法 讓修煉人受益 讓社會受益 不是說 去找別人 你做錯了 法輪道法是高德國法 是正法 在這個傳統佳節日祝 就會祝李洪志師父 中間結塊的 看到我的女兒 看到我的家庭 還有看到我老伴 學法非常有好處 家庭生活和睦 關係都很和諧 看待的事物都有那種善意 我非常認可 有幾年 報索那邊就報共產商辦人 原來你隨手拿著長東西 後來你同學法以後 不忘夾帶 甚至把我帶回家 送回去 所以我在報索都見過 我看到人修大法 批評人的禁忌 使社會更和諧 感謝師父辛辛苦苦 帶了這麼些大法弟子 把他們心靈 精神狀態 都提升了一大步 他是在為人類做貢獻 所以非常感謝師父 我家人都練法輪功 我一直有知識 我看到他們練了以後 都挺好的 一直來受益 身體好了 皮革好了 皮革好了 皮革嘛 他也穿越了身影 他就按照他們的真相靈 咱們就是越多越好 他借了中秋佳節之地吧 感謝李大師傳授這麼好的功法 讓大家都來受益 這個大法經歷了中共的殘酷的 那種反人類的壓迫 但是在李老师的精靈下面 真傳人的法輪大法 而且一直在發展壯大 洪傳全球 反人類法輪大法 支持大法弟子的普通功力 我是幾年前通過翻牆 看到法輪大法弟子 名持真善忍的理念 平和理性 而又不屈不牢地講真相 對他們的人格魅力 由衷地欺佩與讚賞 從內心認為他們是真誠 善良 包容的好人 我很榮幸在這個中秋佳得到機會 讓李先生致以最常識的祝願 中興祝願李先生 中秋快樂 在這裡也祝願廣大的大法弟子 中秋快樂 得到更多的善待 謝謝 2019法蘭克福車展 電動車設計 新概念 歡迎回來 9月10號 法蘭克福車展在德國成功舉辦 各式各樣的設計讓人眼花撩亂 下面去看看在本屆的車展上都有哪些亮點 為期13天的2019法蘭克福車展 正在德國舉行 各大品牌集聚創意 比如寶馬概念4的巨型雙慎型格柵 寶馬I Hydrogen Next 車蓋採用3D設計 藍色造型與礦白車身相結合 彰顯寶馬I家族基因 奧迪Atrio Quarture 電動越野概念車 4個車輪展露在車身外 充分展現越野風格 並且車前燈取消高低燈 改用可拆卸的電動無人機大燈 奧迪輕型探路器 此次法蘭克福車展上 汽車製造商們紛紛推出環保理念 致力於通過電動力和混合動力 實現未來零排放 德國寶馬I Hydrogen Next 採用氫燃料電池 充電快且節能 韓國現代四五概念車 因氣吸入青角為45度而得名 展現了現代對未來電動車型的電動思路 車展上的電動汽車 還有大眾IB3 本田E概念車 奔駛EQ概念車 保時捷Taycon等 AutoCar 編輯主任吉姆霍爾德 再次強調電動汽車時代的到來 所以他們嘗試看電動車還能夠興奮 他們不只是購買新的廚房或新的洗手機 他們想嘗試看新的車子能夠放在你的座椅上 法蘭克福汽車展將會繼續舉行 到9月22日結束 新唐人記者妍希綜合報導 以上就是本期的今日大紐約 感謝您的收看 祝您中秋佳節愉快 再會 instant愛! 公幣 搭乘 之前 蹭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